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另外就是 我在2000年以后去西藏的时候 我不能说去西藏的时间了 大家看这个封面 你看这个班禅大师啊 两个眼睛上是怎样的 有的人说 这是不是这个出版社怎么这样啊 怎么敢把这个佛这样搞 我们都知道 藏人呢有很多的佛学派别了 黄教 华教 这个 嘎举派什么的 很多文派了 但是其中格鲁派呢 被认为是这个 至少在近现代被认为是 一个主要的派别 那这个格鲁派这个主要的派别里呢 有两个精神领袖 一个叫达赖喇嘛 我想我们台湾朋友都知道 达赖喇嘛就是59年啊 领着藏人翻越喜马拉雅雪山 走上了艰难困苦的流亡之路 开创了西藏的自由运动 这个历史的功绩呢 是谁也不会忘记 但是还有一个人 另一个精神领袖 就是班禅大师 班禅大师啊 当时没有走 他留在了这个中国 留在中国 于是就产生了一件误解 有人说这个班禅是不是投共了 事实不是这样 在1962年的时候 班禅大师啊 写了一个七万言书 这个七万言书就是 记载了藏人啊 在共产党的灭佛运动之下 和大饥饿之下 大屠杀之下 藏人的苦难 在这个七万言书里啊 他发出这样一个悲愤的呼唤了 就是误让我 误让我宗教灭绝 误让我血欲之人灭绝 在这个七万言书里 他写到藏人的 共产党的暴行啊 那很多了 比如说 共产党对藏人进行集体屠杀之后 然后把这个尸体埋在土坑里 然后让逼着他们的亲友 在这个土坑上欢歌起舞 来庆和暴政的胜利 他们把他们的亲人杀死了 还要用这样的方法 再把他们活着的人的灵魂也杀死 你想想如果你在你父亲的尸体上跳过舞 你此生灵魂还能活着吗 班禅大师也记载 就是很多这个大屠杀过后啊 这个 村庄里 藏人巨巨的村庄里 为了实现集权主义扩张的全球野心 建立一个所谓的核潜艇和原子弹 饿死了将近四千万人 占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八 可是在藏区 饿死的人口呢 将近一半 我查过几个县的县制 比如说新海县的县制 在青海省新海县的县制 那也是藏人的聚集区 人口就减少了一半 为什么呢 在藏区从五九年开始 这个藏人举行了一次大起义 这个我们都知道 几百年前啊 伟大的卢梭 法国那个伟大的思想家卢梭 就告诉这个世界 人民拥有在暴政前起义的权利 那藏人在五九年 为了抗争共产党的灭佛运动 举行了一次全民起义 结果共产党呢 用几十万大军啊 把这个起义淹没在血泊之中 一百二十万藏人被杀死 就在五九年之后 刚这个大镇压刚过去 大饥荒还没有开始的那段时间 这是我在西藏采风的时候啊 得到的一个信息 就在那段时间 西藏这个高原上的老鼠 就是那地鼠啊 长得像猫那么大 狗也特别肥大 还有很多那个鸠鹰啊 荼灸啊 胖的就是想起飞的时候 还必须得像飞机那样 驻跑滑行才能起飞 对 有的是那些爬到 爬到那个山上以后 展开翅膀 趁着风才能飞起来 往下跳才能飞起来 为什么 就是到处都是尸体啊 三个月之内 三个月之内 这些动物吃这个尸体 就涨飞了 可是大屠杀之后 紧接着来的就是大镇压 呃大饥荒 那饥荒的过程中呢 藏区的很多汉人 和那个共产党的军队的官员啊 都能活下来 为什么 他们就先吃这些老鼠 吃这些狗 吃这些鹰 然后就吃死人肉 就活下来 那藏人是绝对不能吃这些东西的 对于一个忠实于心灵的民族来说 你吃死人肉这还饶得 耗子老鼠肉等等 好多汉人觉得人家 藏人很很不干净很脏 他们从 在生死面前你就知道 谁干净谁肮脏 他宁肯饿死 也不会也不会去吃这些老鼠 这些这些脏的东西 他是一个有忠实于心灵 有自己精神洁疲的民族 所以 在藏去的人就饿死一半 一直到今天去年 2012年到 2013年之间 藏人已经有126个人自分 其中很多都是花地的少女 少女 为了反抗共产党的 文化性的种族灭绝 把自己的生命埋葬在金色的火焰之中 以此来表达他们对自由的苦力 那我刚才看见这个 我们这个书店的老板真是 把我写的燃烧的安婚曲 那就是我 燃烧的安婚曲的匪页上我写了一句话 叫做 我心疼 所以我书写 藏人自焚的史诗和长歌 这个书居然 我们这个书店也有 看来只要这个书店还在 那我的灵魂还是有生存的地方 我就是给大家讲这么多东西 临走之前 临离开这个中国之前 我最后的呆的地方是贵州 那贵州省我看到的就是2004年了 我我飞到澳大利亚之前了 我看到最让我惊心动魄的一件事是 就是在贵州的深山里啊 有一个有一个洞 那个洞就跟这个椅子 比这个椅子直径啊 比这个椅子稍微大一点 直径 突然之间我就看见从那个洞里头 爬出一个动物来 接着我再一看 是个十多岁的小孩 浑身就穿着一条裤衩 他是浑身那个肮脏的不得了 紧接着再看 他最后他身后拖着一筐煤上来 一个童工 在这个私人的煤窑里这样拉泥 整个贵州到处都是这样的煤窑 我问那个童工一天挣多少钱 一天五块钱 五块人民币 连一美元都不大 这是我 离开中国之前看到的最后一件事情 所以请大家 把我从小的时候 一直到我成年 到我当了北京大学的教师 然后到了贵州当 也继续当老师 这个我所看到的这一系列的景象 那 我逃离中国 除了为了拯救我自己的灵魂之外 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 我一定要把 中国的真相告诉世界 有的人 有个 我出来以后有个外国人 澳大利亚的洋人跟我讲 说 你讲的不对 那我说 那你讲对的 他说他去北京 建国 他已经统计过 他跟一百二十八个人 谈过话 所以 那他们都说共产党很好啊 有些缺点错误 但是 很好啊 我说那既然很好 当时藏人自焚只有一百多多 为什么只有一百 还有一百个藏人要自焚呢 他想这样不说话 然后我 我又给他讲了 我说 中共暴政下面啊 民族的人格 已经 退化了 沦落了 沦落的具体特征就是 在中共统治之下 整个民族人格的奴性化和谎言化 奴性化我们先不去说它 我们就说这个谎言话 你多 接触一个中国人 你就多接触了一个谎言 所以你接触的越多 你越不了解中国 每个人都在骗你 因为他随口就是假话 他为什么会随口都是假话呢 因为在那个政权下训练出来 你不说假话 或假话是 说假话是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比如说 每个 每个大学啊 礼拜五的下午 半天的时间 叫做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事件 这个雷打不动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时间你雷都打不动 就得搞政治学习 政治学习是说什么呢 无非就是念点共产党那些 狗屁话 社论什么乱七八 然后大家再说一番 啊 共产党党中央真伟大呀 真英明啊 什么高无见领 什么 随口就是假话 他心里实际想的什么 其实大家都很清楚 但是嘴里都说的都是假话 所以我跟这个外国人讲 你多接触一个中国人 你就多接触了一个谎言 所以你离中国的真实情况就越远 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些原因了 我就离开了中国 来到了澳大利亚 而且更有幸的时候 来到了台湾呢 我们一直说 我们十六亿华人啊 这个世界上 我在人类万年的文明史中 这十六亿华人 都是要离心 离乡背景啊 流落他乡 才能找到属于别人所创造的自由 唯独我们台湾呢 是靠着自己的努力 创建了一个自由的国家 你可以说现在台湾有很多的问题 民族也不够 这个马英九再加上重新上台以后 这个威权政治统治也正在回潮 这都没错 这都是事实 但是台湾的自由 是靠着台湾人 几十年的英勇 艰苦卓绝的奋斗啊 换来的这个自由 这是一个真实的东西 日本人是靠着迈克阿瑟的阿瑟的刺刀押上自由之路 南韩的自由民主呢也是跟美军直接有关系 东南亚很多国家那都基本上还是不处 还很难说它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 对岸的东亚大陆上那更是 人类有史以来最黑暗最残酷的一个极权主义 极权暴政 唯独我们台湾呢是靠着自己的努力 争得了做自由人的权利 这是一个多么值得骄傲的历史攻击 那我们又怎么能让这样一个自由的统地啊 又被中共 变成中共暴政铁木统治下的一个所谓行政特区呢 所以今天呢 为什么逃离中国 我就讲这么多 然后剩下的时间交给大家呢 有任何问题 任何尖锐的问题 你们现在觉得中国好的不得了的问题 都可以提出来 我来和大家呢进行探讨 那最后呢再表一个态就是 尽管现在 程平也不卖我的书了 不敢卖我的书了 但是也可以原谅他们了 奸商就是爱财嘛 也无所谓了 但是呢 我是不准备逃离这个地方 只要还有三民数据 这个老板在 我的灵活还在这儿 我就不能逃离这个地方 好 下一段就请大家提问题了 谢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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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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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